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男人难以捕捉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百年酒馆》中曾说 爱情是找不到的 所以人们才说坠入爱河 你不能有意坠落 女人深爱一个人时会有一些暗示 女人遇到真心相爱的男人 她也会努力向心仪的男人传递她心中的爱意 以此推动感情的发展 男人只要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女人动了真心后 喜欢用语言去试探男人 如果女人平凡地说以下这些话 不用怀疑她的真实目的是在对你说 我爱你 1.你觉得我怎么样 当爱情在女人的心里生根发芽时 她便会渴望余生都是她 在茫茫人海中 如若女人遇到了真爱 她会小心翼翼地去试探男人对她的看法 试探男人心中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如果女人看上了男人 在相处时 平凡问男人 你觉得我怎么样 当女人主动询问男人时 说明她已经确定了 自己对男人的好感 想要听一听男人自己的评价 因为女人不确定男人的真心 不确定男人是否对她有好感 不敢轻易对她告白 不敢轻易交付真心 但是女人在询问男人 你觉得我怎么样时 其实是在表达我喜欢你 因为爱 因为在意她 所以女人才会大胆地扔下紧张 丢下羞耻心 抛下自己内心的窘迫 一心想要试探男人 是否爱她 如果男人给出了 惊怒她之意的答案 那么女人可能会欣喜若狂 二 你怎么这么好 赞扬是一种武器 赞扬是对一个人的认可 更是对一个人的欣赏 在交际中 对一个人给予赞扬 往往是在表达好感 在爱情中更是如此 爱的二八定律里 在杨华与琴师的爱情 还在朦胧发展时期 杨华虽然借助在琴师家 但仍然以谦谦君子的形象 进行朋友之间的交谈 只是杨华的心思细腻 在琴师还没来得及吃早餐时 他耐心准备好了咖啡和早餐 甚至还会把家里 打扫得一尘不染 让琴师格外安心 琴师舍不得杨华的离去时 忍不住对他说出 杨华真的太好了的感叹 让彼此的感情逐渐升温 在生活中 获得过帮助后 都会表达感谢 感激 善意 是会用谢谢 这些最朴素的语句 表达他解了燃眉之急的 感激之心 如果女人用 你怎么这么好这句话 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其实是女人已经爱上他了 女人在大胆地表达他对他 十分欣赏 而且也含蓄地表达出了 对男人的依赖 代表了男人在他心中 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和优势 女人如果对男人产生爱意时 她会积极表达对他的关心 平凡地对他说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因为爱上一个人 总是关心他 总是关心他会不会照顾自己 在相处时 女人会将自己的注意力 时间和精力 都一点点地倾注在男人的身上 虽然心中对他满是爱意 可是却又不敢轻易表白 但是她却用自己的方式 在默默地守护着男人 关心着他 如果发现男人遇到了困难 女人会想自己有什么资源 能够给予他帮助 好缓解自己干着急的急迫 帮男人脱困 而在生活中 女人对男人一遍遍叮嘱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就是在表达女人对她的爱 因为爱 因为在乎 所以才会担心 她照顾不好自己 才会关切男人的一举一动 男人 如若一个女人 仅仅对你表露了关心之情 而身边相同的朋友 没有这种待遇 那么就代表 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总结 爱情就像是一根电线 连接着心意相通的两人 照亮着彼此 两眼相望的心灵 只是爱情的发展需要时间 有时两个人在一起 彼此爱上了对方 却不自知 如果女人对男人 总是平凡表达着关心 试探男人 对他有着怎样的看法 以及经常赞美男人 其实他是在说 我爱你 女人的平凡暗示 如果都能被男人所接纳和回馈 那么可能就能让爱情之花 快速绽放 男人如若遇到一个真心爱你 关心你的女人 而你也刚好有意 请牢牢把握相爱的机会 共同在爱情里 书写人生的新华章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给我点赞评论 也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